9月8日林心如在网上晒出美照兵配文道 我的晚餐计划爆汤了 装品中林心如头戴压实帽 黑超遮面 身材超棒 少女发失足 林心如还大秀相间 十分迷人 此外当天下午 林心如曾在微博晒出素颜自拍 称关键时刻长痘痘 装品中林心如戴着发卡 用手遮住了半张脸 露出半张脸上 长了一颗很明显的小痘痘 据悉9日林心如说要参加八杀慈善业 所以林心如吐槽自己 关键时刻长痘痘 网友们纷纷安慰林心如 没事还是美美的 痘痘不会影响你的美 你有一颗慈善的心 这笔啥都美 林心如日前锦罗密鼓 参与制作并担任女主角的电影 《我的男孩》拍摄金融尾声 9月40日凌晨零点刚过 该节目组分享了一组 庆祝女主角之一 乌云真林 杀青岛 林心如更是亲自组织杀青聚会 备赞暖心好制片人 革命中 作为制片人和女主角的林心如 笑容灿烂 黑白条纹上衣 搭配牛仔裤 活力十足 和90后小鲜肉小鲜花和影画面 毫无违和感 文章中写道 今天《我的男孩》 校园女神温真林顺利杀青 制作人女神兼女主角 林心如也特别试验 庆祝温温顺利杀青 林心如转发并回复 杀青快乐 9月8日 张艺兴蜡正式入驻 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小绵羊也亲自现身 和蜡像一起拍照 由于效果太过逼真 粉丝一时间也是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不说哪个是蜡像 大概真的很多人分不清 哪个是真人张艺兴吧 小绵羊的这个蜡像 真的是一种艺人中最逼真的 可能是被自己摔倒了 小绵羊一个没忍住 还亲了自己 张艺兴蜡像的手 摆出了一个RL的姿势 是在告白自己的粉丝吗 果然是实力充分 忍不住再感叹一下 这个蜡像真的做得太好了 真正的复制粘贴 如果所有蜡像都能保持这个水准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车祸蜡像了 比如韩国蜡像馆里的 中国明星黄博 青岛夫妇向你泡来一个迷之微笑 韩国蜡像里的中国明星 李冰冰 范冰冰 有点像五妹娘里面的造型 讲真 相比其他蜡像 这个范爷还是美的 周杰伦周董的蜡像还蛮像的 起码宽度很像 Lady Gaga这发型这造型我给满分 不怕蜡像是煎熬 看了这么多 论蜡眼睛还是觉得国内的蜡像更胜一筹